欢迎来到粒子的如果你完全不会化妆系列 今天呢就要新手一个一分钟就能搞定的清透眼妆 如果你每次坑着坑着化成那个眼妆 不紧没让眼睛更好看 反而又脏又土 化来不如不化的化 OK 这期视频就是来整经你的 现在这期眼妆呢能搞定你平时99%的眼妆需求 让你在前几的路上更进一步 新手啊最不容易出错的其实并不是这种大地色盘 而是这种低饱和度的这种裸粉色的盘 这种颜色化成眼妆呢它不会显脏 而且更清透更适合我们现在这种年龄比较小的女生 先拿一把这种大号的眼影刷 沾取这个哑光的米白色或者肉粉色 然后给它平铺在眼睛上面 再沾取这个裸粉色给它打底 用手摸一下自己这个眼眶骨的位置 晕染范围不要超过这个眼眶骨的位置啊 注意一定要从睫毛的根部去往上晕染 这个颜色从深到浅眼睛才不会显肿 下面也给它带一下 晕染到这个眼球的正下方就可以了 咱们来开始第二次晕染 这次选的刷子啊是比刚才这个大的刷子 稍微小一号的这种眼影刷 然后咱们沾取比刚刚这个罗粉色稍微深一点的 这个颜色或者这个颜色都可以 从你睫毛根部这开始往上晕染 晕染到你这个双眼皮的褶皱处就可以了 这个非常有层次的眼皮就出来了 如果你晕开这种边界很明显的怎么办 咱们来沾一下刚刚这个米白色 给它晕染开边界就没有那么硬了 换一把小的眼影刷还是刚刚这个颜色 然后在我们的眼瞼下质的位置画一个小三角 重点啊 铁毛根部的位置不要画 给它留白 有一种把眼白延伸的感觉显得眼睛更大 现在就是一个特别简单的一个眼瞼下质 还很自然 接下来再扒了一个内眼线啊 用这样的一个斜的刀砰刷 如果你有定妆喷雾的话可以往上撕两下 没有的话也没事 占取你这个盘中比较深的这个颜色 打开眼睛在内眼线这儿给它贴满 一个超级自然的内眼线就出来了 眼尾 眼尾就更简单啦 眼尾你直接顺着这个眼角一拖 不用骄傲 你们那么聪明看一边就会了 然后再用它来一个卧蚕 笑 这样眯着 然后占一个稍微灰色的 颜色没有那么深的 看这点有线对不对 拖一 拖二 拖三 再用第一遍的这个白色裸色 亚光高光提亮一下 我特别喜欢这个亮片 很闪 挺好看 我们来一点点 若隐若现的还是挺好看的 然后最快的速度把睫毛夹一下 趁着它翘 赶紧上一遍睫毛膏 我给这个眼妆取了个名字叫 大白兔奶糖眼妆 真的刚好适合特典去发 赶紧剩下来吧 真的很简单